刷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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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一下用手機 一下一下打 一下一下打就會好一點 大顆的又拿出來 那些可以用保鮮袋放進冰箱 用不乾淨的可以用保鮮袋放進冰箱 這裏我加了少許鹽 這裏多少份量呢 要放兩下 大約這個 兩杯 薄餅 一會兒它就會 拿乾一點水 這裏加了少許鹽 讓它容易出水 這個是煲湯袋 那我就把它放進冰箱 那我是想把水拿出來 就把它拿出來 我拿出來 現在放哪裏 剛才有兩杯這個 加一杯芝士 因為這個芝士放在冰箱 打一隻蛋 兩杯花椰菜和一杯芝士 如果不夠黏的可以加入芝士 把芝士放在冰箱 然後把芝士放在冰箱 然後把芝士放在冰箱 把芝士放在冰箱 把芝士放進冰箱 把芝士放進冰箱 焗爐已經預熱了 把芝士放進冰箱 然後把芝士放進冰箱 把芝士放進冰箱 把芝士放進冰箱 好熱 就是這樣 直至三個米 很熱 馬上 給我的米 一般要分 上次的材料再炒多一次 一般不是說這些 綏 綏 就是綏 綏都不知 會加一些素肉 因為不是健康的食材 加一個入冰窄 其實可以不加 再入冰窗 我喜歡滴焗的 所以我 先盛起它 然後我會加薑 然後爆香 沒有油 也不行 現在可以放在豆腐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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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小茸 加入少許油 這個味道 是不夠油 醃油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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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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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汤匙 加水 等它容易冻 一汤匙 加水 等它容易冻 等它容易冻 再加水 少许黄姜粉 少许黄姜粉 大约1小匙 倒入 点芝士 芝士 多加热 多加少许黄姜粉 多加少许黄姜粉 压到芝士 多加少许黄姜粉 多加少许黄姜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